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真是精彩分成 首先 亚马逊推出了超人气的HopoPro高压淋浴花洒 现在只需15美元 还有5重淋浴模式可供选择 让你每天的沐浴时光都能变得更加愉悦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位于加州莫德斯托的Be Anything Museum BM 即将于10月开幕 将展示超过350个代表不同职业和文化的娃娃 旨在激励每一位访客追求自己的梦想 真是太棒了 最后 NFL新赛季的开幕战即将来临 多场比赛将在今天进行 其中包括坦帕湾海盗对华盛顿指挥官的比赛 还有其他精彩对决 大家一定要锁定直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 报道 洗澡的乐趣无可替代 而一款好的淋浴头能够极大提升这一体验 亚马逊现推出Hopo Pro高压淋浴头 价格仅为15美元 打折幅度高达50% 这款淋浴头拥有五种不同的设置 采用防锈个材料制成 旨在解决水压不足的问题 带给用户如同置身热带雨林般的洗浴感受 用户评价极高超过17000条五星好评中不乏改变生活的赞美 许多消费者表示这款淋浴头的雨林模式简直让人陶醉 令人流连忘返 同样来自Yahoo US 的消息 Lord Urenday 计划在加州莫德斯托市开设一座名为Be Anything Museum 的博物馆 专门展示它的芭比娃娃收藏 Urenday 在童年时通过玩芭比娃娃获得了追求梦想的动力 它的收藏品将展出超过350个不同年代的芭比娃娃 展示多种职业 种族和文化的代表 博物馆还将成为一个激励中心 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Urenday 希望通过社区赞助和申请补助金来筹集开馆的资金 博物馆预计将于10月9日正式开幕 在2024年NFL赛季首场比赛中 坦帕湾海盗队将在主场迎战华盛顿指挥官队 比赛将于9月8日下午4点25分开始 届时 海盗队的四分位贝克梅菲尔德将与指挥官队的新秀四分位杰登丹尼尔斯对决 观众可以通过福克斯频道观看比赛 此外 福布TV及其他流媒体平台也提供观看服务 NFL赛季的激烈竞争即将拉开帷幕 各球队的表现备受期待 Yahoo US报道 凯特林 克拉克和印第安娜狂热队将在印第安娜波利斯迎战亚特兰大梦想队 这场比赛将于周日9月8日下午4点开始 虽然狂热队已经锁定了WNB季后赛的名额 但他们仍需争取更好的排名 这是两队本赛季的最后一次交锋 比赛将通过ESPN3和其他地方频道直播 球迷们可以通过FootballTV等平台进行观看 对于想要追踪凯特林 克拉克新秀赛季表现的观众来说 这场比赛无疑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精彩对决 在NFL方面 拉斯维加斯突袭者队将在洛杉矶冲电队的主场Sophie体育场进行首场比赛 这场比赛也将在周日9月8日下午4点05分举行 观众可以通过CBS和Paramount加观看 充电队的新任主教练吉姆 哈勃回归NFL 四分为贾斯汀 赫伯特将带领球队迎战突袭者队的加德纳 敏修 对于NFL球迷而言 这场比赛标志着新赛季的开始 充满了期待和悬念 最后 202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南单决赛将在今天举行 意大利选手贾尼克 辛娜将与美国选手泰勒 弗里茨对决 这场比赛定于下午2点在亚瑟 阿什体育场进行 并将在ESPN和ESPN加上直播 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网球迷的目光 尤其是在本赛季的重大冷门之后 最终的对决将为这场盛大的网球盛宴画上完美的句号 观众们可以通过多种流媒体平台收看比赛 确保不会错过这一精彩时刻 Yahoo US报道 2024年NFL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将在迈阿密海豚队和捷克逊维尔美洲虎队之间展开 比赛将在迈阿密花园的硬食体育场进行 迈阿密海豚队的四分位图阿塔格瓦伊洛亚将首发出场 而捷克逊维尔美洲虎队的四分位特雷福 劳伦斯则被任命为本赛季的联合队长 这场比赛定于东部时间下午1点通过CBS和Paramount加进行直播 观众可以通过多种平台观看 包括FootballTV,DirectTV和YouTubeTV,Paramount加 还提供一周的免费试用 方便新用户体验NFL比赛 同样在2024年NFL赛季的首周 田纳西泰坦队将在芝加哥士兵体育场迎战芝加哥熊队 这场比赛标志着泰坦队首次在赛季节目战中对阵熊队 泰坦队将由二年级四分位威尔·莱维斯首发 而熊队则将迎来他们的第一轮选秀新秀 卡勒布·威廉·姆斯 成为50年来首次在首周比赛中首发的新人四分位 比赛同样定于东部时间下午1点通过Fox进行直播 观众可通过Football、DirectTV和NFL加等平台观看 FootballTV提供超过100个直播频道 尽管价格较高 但对于热爱橄榄球的观众来说 仍然是一个值得的投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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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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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